有一对中年夫妻 他们到台南东区的一家墨西哥餐厅用餐 因为菜单上写的是英文 所以呢 这客户就要求说 可不可以用台语 不是用国语 是用台语来介绍菜色 只是店员台语 美类凳 介绍的过程又是国台语 还有英文夹杂 没想到这消费者很不满 居然就直接在店里头标国骂 这让店员觉得好无辜 穿橘色相衣的男顾客 听店员介绍菜色一点不耐烦 只说他听不懂国语 火气非常大 男客人气得站起来 说他不想吃了 离开前还拍拍店员的肩膀 纠正他 正港的台南人说话 不是这个样子 男顾客离开前 竟然还大声标国骂 实在非常夸张 影片的事发地点 在台南东区一家墨西哥餐厅 男客人上个月30号到店里用餐 因为听不懂国语 要求用台语和英语介绍菜色 但是店员的台语不流利 只不过中间夹杂国语 就引起对方不满标骂 听到说他听不懂中文 他叫我讲台语跟英文去介绍 他走的时候他说 这是台南 不是台北 然后在台南 就要讲台语 他这样说 然后出去的时候 就骂脏话 标骂的影片 被剖上网 引起网友踏罚 只说台语不好 有错吗 被骂的定员 觉得好无辜 只是想要详细介绍菜色 还附上餐点的图片 用心服务客人 却招来一顿骂 让他觉得莫名其妙 有关您的 我 有关 我